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 4日邀请前台中科技大学 应用中文系萧登福教授 为研究生们演讲 易经中所含的人生哲理 拓展学员们对易经之道的认知 这场讲座由应用易经研究所 所长袁通法师邀请 萧教授以 易经乱世的自处之道 论诵诗二卦 所含的人生哲理为题 为学员们讲述易经 这部中华智慧结经中所含藏的道 不仅在治世时能保平安顺遂 在乱世中更能避祸求存 宗主混元禅师所提倡的生活意 更是将易经实际运用于生活中 来趋及避凶 谋求善解 萧教授为学员们阐述易经的怪异内涵 以白话文来说明 谣词注释 让大家都能明白其中蕴含的大道理 同时也借由送卦到施卦 争论到冲突战争 来论述在这样争送冲突不断的乱世中时 易经告诉我们要如何来处事 如何顺其自然 安于正理 并且指送习争 化解战争 其中要注意的退让自省的道理 不逞强争盛 远离小人 以至中至正 刚毅中庸为本 迎人自立为上策 讲座十分精彩 研究生皆报以热烈的掌声 不同于生活意的实用解决问题 了解疫经的内涵 与个人修行养性 有长远的帮助 学员们都收获满满 维新记者游慧玲 维新圣教学院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